你可能也看到了事发以后 北京市公安应急和卫生等相关部门 立即启动了应急的预案 开展工作并且组织救援 目前受伤人员都已经被全部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 中方的相关单位和部门正在就有关的事件开展调查 同时采取有力的措施确保首都的安全和稳定 同时我们也承认在新疆的个别地区 存在着一些暴力恐怖的一些案件 那么对于这些案件 相信每个政府都和中国政府一样 要坚决的反对并予以坚决的打击 以便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保护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车也说不上这无形容就过来的 谁也没理会儿 我们就在那扎着就嘟嘎就到会抢了 我这还得回 我就不那么错一步 完了我就 这车就嘟嘎就嘟嘎就 就突然就像起火了 我们都离多了远了我才回头瞅着起火了 就这公安干净拿了就都上了 我们本来以为这吉普说就分着我们这来的 我跟我妈根本就跑不了 就没动怀 我说这车要撞着我们 我们就死这了 他撞那汗白玉栏杆上了 没撞我们那 我们这不会有一凹进去的吗 那军义条跟军义条之间 这不会凹在一块吗 我们就站在这 这个车就在这位置 在这个角的位置 他撞这了 他要稍微打下轮撞我们那 我们俩就没了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